这是刚刚发生的真人真事,湖南一小女孩在路边玩耍的时候,突然被一只没牵绳的狼狗紧紧咬住,田里干活的大爷看到后,为解救小女孩,随手拿起一根锄头打向咬人的狼狗,救人心切的他下手过重,结果把狼狗给打到苏州麦皮蛋了。 让人没想到的是,大爷的行为被发到了网上,遭到很多爱狗人士的谴责。刷到视频的家人们,你们怎么看待这位大爷的做法呢?